欢迎收看屈机观察 纵观环宇洞察先机 我是吴俊鱼大宇 美国白宫公布了2023年财政年度的国防预算案 总金额达到8,133亿美元 包含了美国国防部提出的7,730亿 当中美国海军和海军陆战队 亦申请预算2,309亿 同时要打造新的星座级巡防艦 以及哥伦比亚级弹道导弹潜艇 海军亦要求让24艘战艦退役 当中包括9艘的宾海作战艦 以截省36亿元的经费 9艘自由级宾海战斗艦的船员 最长有10年 最短只得2年 其中《抑斯堡号》、《底特律号》、《小石城号》等3艘战 在2022年的财政年度已经提出要退役 但遭到美国国会否决 这一款战艦早前首次部署在欧洲 是一款灵活的隐形战艦 有着的优势是高速、快进、快出 服役了没多久就已经报废了一大半 美国媒体就以海军有史以来最失败的项目来形容 称自由级宾海战斗艦从诞生以来注定是一场灾难 指出除了艦上的机电系统过于复杂 连动此轮亦时有故障之外 还有火力弱、任务目标不清晰、造价高昂、作战套件更换速度慢等缺点 然而禍不单行的是日前另一个级别 独立级宾海战斗艦亦传出了严重的缺陷 美国海军军官证实 有半数的独立级宾海战斗艦因为结构缺陷 以至好几艘已经出现裂痕 限制了部份军舰的航速和可以航行的海放 而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海军水面部队司令 兼太平洋舰队水面部队司令 基奇纳中将也透露 配备了NSM海军打击导弹的独立级宾海战斗艦 正是与美军陆战队持续进行试验 加强在探测和获取目标数据等方面的能力 希望他可以在第一岛链支持陆战队的 远征前进基地作战的作战概念 协助美军在太平洋地区对抗中国的区域拒止战略 而现时美国海军下一代的七千吨级 阮阳神盾大型护衛舰的星座级 还在开始建造 美国护衛舰部队里面面临着青黄不折 独立级和自由级都纷纷出现不同程度的问题 可谓屋楼兼缝连夜雨 今集我和大家说美国看得不打得的 奔海战斗艦 在节目开始之前提醒大家 记得订阅WATK TV 留言 赞好和分享给你的朋友知道 美国海军奔海战斗艦 被普遍认为是美国最失败的武器装备 以及最失败的新型战斗艦 截至今时为止 美国总共发展过自由级和独立级 两款的奔海战斗艦 最初美国是希望运用奔海战斗艦 来到我们亚太和南海地区耀武扬威 后来由于种种原因 这款舰艇在美军的敘利中逐渐失重 最后被发配到东太平洋 以及加勒比海地区进行七独工作 最早美国海军准备建造多达55艘的奔海战斗艦 如今这个计划可能就要落空了 对于美国海军来说 海奔战斗艦LCS应该是艦队的主力 要在敌国的海岸线轻波作浪 现在就变成切头切尾的灾难 5月11日美国海军时报 Navy Times的网站报道了一则的重磅新闻 他们获得了一份海军的内部文件 显示现役13艘的独立级海滨战斗艦 有一半即是6艘 已经出现了可怕的设计缺陷 上层的建筑出现了裂缝 这样会严重限制了它的航行能力 原本的高速战艦如今只能归速航行 海军时报报道也说 被检测出现船体裂缝的是独立级奥马哈号 美国海军已经限制了它的作战能力 这艘船船因为这个毛病 已经不能够在四级海放 即是海浪高达2.5米下航行 它的航速也被限制在15节 甚至比18节的常规巡航速度还要低 简直是归速的航行 要知道奔海战斗艦 是采取了强劲的柴然动力系统 和独特的船体设计 是一款高速战艦 它的航行极速是高于一般驱护船30节的水平 即是达到44节 相当于陆上81公里的时速 早在2019年年底 独立级就被发现有类似的缺陷 当时就从一艘2014年服役的独立级舰 科罗纳多号上发现 出现了结构高应力区域的裂缝 很可能会导致这艘服役了不够8年的战艦 要提早退役 目前首四艘奔海战斗艦 已经有两艘自由级 两艘独立级退役 同样是不够快跑得慢 另一艘奔海战斗艦 自由级就有心脏病了 2021年1月 USNI网站报导说 美国海军拒绝接收新的自由级战斗艦 原因是自由级底特6号和小石城号 发生了致命的传统系统故障 当战艦以40节最高航速航行时 柴燃联合动力系统的齿轮箱 当中的组成就会发生故障 战艦已多次在海上抛撩 美国海军发现 总共有13艘自由级战艦 需要维修齿轮箱 美方亦要求制造齿轮传动系统的 德国伦克公司进行维修 接着来让大宇和大家简单介绍 独立级崩海战斗艦 独立级崩海战斗艦 是美国海军崩海战斗艦 LCS系列的其中一种舰款 另一种是自由级崩海战斗艦 前身是20世纪90年代 美国SC-21水面战斗艦计划的一部分 是冷战后美国战斗艦转型的一种 三体试验舰 主要是用于全球沿海水域作战 艦体采用模组化结构 并选用先进船体材料和动力装置 能够搭载无人机 无人水面和水下载具 特点是食水浅航速高 可以根据不同战斗任务 灵活地调整战斗模组 实现即插即用多用途化 独立级崩海战斗艦至2003年 由美国通用动力公司开始设计 首舰在2006年1月19日 在美国奥斯塔造船厂开始建造 2008年4月26日下水 2010年1月16日服役 18年总共建造13艘 当中有7艘已经服役 同时不得不提的是 美军发展这一类舰艇最初的思路 是在1991年苏联解体后 美国海军开始不断调整它的军事战略 先后提出了由海向陆 和前沿存在的战略思想 另一年美国海军又提出了海上打击 海上盾牌和海上基地的概念 标注近海战略正式取代阮阳战略 独立级主要是用于全球沿海水域作战 蓝体采用了模组化的设计 与自由级一样 可以替换不同的战斗模组 完成不同的任务 上层建筑可能采用了碳纤维复合材料制作 外表有一层吸波的涂层 整体的引生能力出众 而独立级奔海战斗艦的基本参数就是 长127米 阔31.6米 本载排水量达到2784吨 航速最高达到50折 足航力以20折航行达到4300海里 以16折航行达到4500海里 人员编制有40个 当中军官占了11名 加上任务的小组和空军人员 总数不超过78人 自动化程度是非常高的 动力系统方面 就是由两台劳斯莱斯生产的MT30型燃气轮机 单机功率达到36兆雅 同时可以根据不同的任务 更换不同的战斗模组 水雷战、反潜战、水面战、非对性作战等等 当安装了拖艺星纳 就可以执行反潜的任务 安装了塑雷设备就可以完成塑雷任务 直升机和无人机挂载了地獄火导弹 就可以执行反潜任务 独落级崩海战斗艦具有大面积的飞行甲板 足够起降大型直升机 船尾亦配备了仓门和一个双尾吊臂 可以攜带、发送、收回小艇、水中的感应器 和各种无人机 直升机甲板下装有截叠的跳板 可以运载轻型装甲车和火炮等装备 以配合两棲突击队的需要 任务覆盖的范围相当广 不过三体船和喷射推进器就有不少缺点 高速航行时 侧体美积和喷水推进器会会合 形成长达1-2公里 宽度超过32米的美积流 几乎相当于厘米之级别航母的美积 很容易被光学手段侦测 发现即摧毁的现代战争环境下 是一个致命的缺点 而第一艘独立级奔海舰 已经在2021年7月退出了美国的海军战斗行列 短短服役了11年半 其实在1992年美军的伊亚华级战斗艦 在参加完海湾战争后已全部退役 而当时他们面临着一个尴尬的现实 就是在406毫米口径艦炮的24公里有效射程 去到战斧级巡航导弹的1200公里有效射程之间 美军竟然拿不出一款有效的对地攻击武器 再加上当时佩里级护卫艦大量退役 因此美国人上马了DD21计划 作为未来的武器搭载平台 敦毁巨大的DD21计划 其后在美国国会反对的情况下被逼落马 转移变成DDX计划 而这个计划当中的近看作战思维 进一步发展成为LCS项目也即是宾海作战舰 所以今次发现独立级宾海战斗舰存在结构性缺陷后 美国海军海上系统司令部发言人艾伦·巴里伯 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他们在2019年年底已发现独立级宾海战斗舰有这个缺陷 然而事情拖到现在才曝光 美国海军亦发出临时的命令 警告独立级宾海战斗舰如果在最高浪高约8英尺的海域 以超过15节航速航行的话 就会存在船体列宫扩大的风险 但要知道 在独反快艇经常会出没的加勒比海 以及东太平洋等地 8英尺的海浪简直是司空见惯 但也意味着独立级宾海战斗舰甚至不能做到利用自身的机动性优势 去到拦截独反的快艇 等于费了自己三分二的功力 前面我们提到 自由级宾海战斗舰 基于它的动力系统齿轮箱长期出现问题 导致多艘舰在巡航时抛锚 如今独立级宾海战斗舰存在结构性问题 几乎可以肯定这一款舰艇可以宣布死刑 前几年我们还可以经常见到 奔海战斗舰来到我们南海 与我们的中国海军054A型护卫舰艇同场出现 而如今054A护卫舰依然经常在我们南海巡航 但奔海战斗舰就很少来到西太平洋 军事评论员张赵宗曾经说过 这一款奔海战斗舰最大的缺点就是所谓的优点 美国想将奔海战斗舰设计成多功能的轻型战舰 不断加装不同的设备 但效果就不太好 就好像变形金刚一个大玩具 越好看越不好用 看得不打得 同时奔海战斗舰自复役以来事故频发 2013年10月自由号入水 2015年12月密尔玉基号因为故障而被拖回基地 2016年8月科罗纳多号首航期间经历了工程损害 2019年6月北林斯号就与货船相撞 因为事故太多了以下就省略三千字了 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的成员英霍夫 之前在Twitter上一边宣称中国艦队数量正在逐步增长 一边就敦促美国海军在建造军舰的时候 必须避免出现类似奔海战艦这种非必要的失误 他表示壮大美军舰队的规模 必须成为优先的要务 CNN就说美国海军现时正在开发一种新型的军舰 称称它会更加适合来自中国迅速扩大的军事实力挑战 以及应对俄罗斯构成的威胁 另外美国海军地陆舰队亦证实 一艘自由级的滨海战斗舰苏承豪 已经在今个月初前往欧洲 开始滨海战斗舰首次部署欧洲 似乎想告诉人这艘舰还有一些用 随着美国海军最新的星座级护卫舰开工 滨海战斗舰这种激烈的战舰可能会逐渐被忘记 而美国海军似乎很介意将这一艘高达6亿美元的昂贵战舰 彻底报废 因此准备在这几年逐渐将它转入预备役 没有狠心将它直接拆解 但大家要知道 现代化的军舰一旦退役封存 想要重新启用 达到作战水平 这期间所花费的时间和金钱是巨大的 更不要说原本已经开始腐蚀 和有断裂风险的独立级 面对着美国海军发展停滞不前 我们中国海军下水饺饰的速度 就不会等你了 这里是屈基观察 我是吴俊鱼大鱼 我们下一集再见 最后最后 记得订阅我们屈基TV的频道 留言、赞好和分享给身边的朋友 我们下一集再见